我們現在在楓園 楓園市區這邊 出去這邊就是那個葫蘆頓公園 不是葫蘆頓文化中心 很多人會誤會 葫蘆頓公園就是以前辦花博的地方 那這個花博旁邊呢 有一棟大樓 現在行情大概在1300 新的大樓大概1300 三房 以前他這邊整片都是 綠油金的廠商 後來把地賣給 那個建商蓋了 這一區的大樓 剛開始的預售屋 8900 後來漲到現在已經1300以上 這條是豐北街 我們 不好意思我插個盾 現在的華夏 公設比是不是很高 40 50% OK 所以室內都很小 好那 現在呢 如果說你趕不上這一波 漲價潮 你現在還有機會 這邊呢 我們有一間二樓公園要賣 三房 只要不到半價 但是沒車位 598萬那是有整理 如果你 那這邊車位不難找 這附近還算好找車位 那這邊 以後有可能會讀庚 有可能會置辦重畫 有機會重趕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我拍一下 他是公寓二樓 OK 舊的公寓沒有電梯但是只有二樓 好 不要爬二樓 還有個自動的燈 自動站 自動站 等一下 欸 對不起 我要吃 是這一隻 我們進來 等一下 現在 他是二樓 沒有開燈 看一下燈 綿安處就是這樣 好很棒啊 代表這邊通風還有採光都很好 好我們現在開燈 其實客廳會比較暗 客廳是最暗的地方 因為他沒有陽台 就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廚房有開一扇窗 全新的衛浴 全新的廚房 加全新的衛浴 全新整理 這是他的陽台 室內陽台 不用太風雨 這裡可以洗衣服 曬衣服 好 然後 這個是公衛 他有開窗 衛浴有開窗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主臥室 主臥室也有陽台 這一個陽台 這邊一個陽台 這邊也可以塞一扶 這個陽台也可以塞一扶 好 整理的很漂亮 很別致 房間也不會太小 好 好 這是第三個房間 順便幫客戶看一下有沒有滲漏水 因為下大雨下了好多天 最近也有下雨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 剛才第二個房間 所以屋況家囉 是第三個房間 但是他的缺點 這間房間的缺點 他只有最內窗 好 所以那個最內窗 好 好 OK 所謂的對內窗 就是對著 對著室內的 對著室內的窗戶 他不是對外 好 好 那所以應該 大家應該猜得出來 他應該是以前的廚房 好 廚房 那個餐廳 餐廳 好 他就是清格間 非面牆 他是專牆 他是專牆 但是 看清楚一點 等一下 敲起來是專牆 對啊 是磁心的耶 對他後來弄起來的吧 好啦 我們已經幫你檢查過了 他是磁心的 然後包覆的木頭 不是 木片 聽起來像水泥耶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到時候完成吧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是很便宜 二樓的公寓五百九十八萬 賣很久以前是六百多 對這邊還有一個衛浴 哪裡 這是主洛室 剛剛已經拍到耶 這是主洛室的衛浴 他也有開通耶 哇塞 好 太好了 這應該是目前全豐原有整理的山房裡面 最便宜的 市區山房 最便宜的山房 而且不用爬太高 才兩層 這邊 雖然撐不上鳥沙無界 因為畢竟他是 已經賣了一陣子 而且他有降價了 那我覺得 應該這最近就會賣掉 最近就會賣掉 再賣了就來不及了 趕快打電話給我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來跟我們一起看房子 謝謝